都说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 所以女人在嫁人的时候千万不要太操之过急 因为女人一定要记住 和你过一辈子的不光光是你所爱的这个男人 还有他整个家庭 直接关乎到下半辈子的幸福 选择对了,以后可能幸福一生 以下聪明的女人不会加入四种家庭 还望女人能铭记于心 到时对号入座,家也排除 就可以做出名字的决定 第一种,经济条件太差 说实话,钱直接决定以后的生活状态 什么有爱饮水宝 那多半发生泡沫剧离 女人永远要记住贫贱夫妻百事哀 任何感觉的长久 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 二,重男轻女的家庭 多半这种家庭都是看不起女性的 觉得女人就是给男人服务的 就是没有地位的 而且你还要担负着传宗接代的责任 说白了,生儿子的责任 如果你生的是女儿 可能遭受整个家庭的白眼 你不要妄想你老公会包你 要知道,生活在这种家庭 它本身也是重男轻女的观念 如果嫁入一个有这种极端思想的家庭 女人的婚后生活会很累很辛苦 所以女人们遇到这样的家庭 还是要多注意 第三,父母总是吵架的家庭 在一个家庭中 父母频繁吵架 带给孩子的心理伤害是巨大的 会让男孩从抗拒婚姻 会让男孩从小抗拒婚姻 从小的耳濡目染 会让他错误地认为 婚姻就是父母那个样子 久而久之 他会觉得婚姻会对爱产生抵触心理 婚姻观、价值观都会受到影响 再加上父母吵架 不免会说一些粗话、脏话 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下熏陶 孩子生活在一个家庭语言低俗的环境中 长大后自然也难免会经常说脏话 有家暴的家庭 如果你不想婚后 被你老公提着拳头相对 遇到这种,赶紧远离 这样的家庭你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这种家庭长出来的孩子 从小就有家暴的思想 认为武力可以解决问题 他们也蛮粗鲁